《山外山》是艺术家刘国松 创作于1968年的作品 描绘的是云雾飘渺的深山奇景 乍看这件作品 会觉得比传统水墨画更抽象 色彩与质地有更多变化 仔细看 会发现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水墨 与西方现代绘画 这种创作手法是刘国松所创 他在改良的棉纸上 涂绘不同颜色的彩末 再将棉纸的纤维撕掉 让纸缠上特别的纹理 看起来就像是水墨技法中 描绘山石纹路的村法 可是又多了一点虚实相应的效果 构成独树一格的现代水墨画风格 刘国松是五月画会的创会成员之一 倡导现代艺术 希望艺术可以跳出保守的框架 另觅出路 这一点从刘国松的创作中 可以得到印证 传统水墨画 多是先有想法 再进行创作 刘国松则是学习西方 抽象表现主义的精神 以梅材的纹理传达感性的意境 创造出有变化 且意想不到的生动作品